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总监卡里斯·瑞亚近日接受专访 从幕后走到台前 揭示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看不到的以哈冲突 看明事件背后有伊朗及中共的操弄 他们花了10分钟解释为什么哈马斯会对无辜者发动残酷攻击 但却绝口不提哈马斯是袭击者 也根本不提哈马斯的目的 他们非常清楚想要实现什么 不是像很多西方人认为的那样 要建立巴勒斯坦国 而是要摧毁全世界的犹太人 卡里斯·瑞亚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总监 曾参与过多个犹太组织 他表示许多在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中长大的孩子 从小就被灌输要仇恨犹太人 学习反犹太人的书 瑞亚提到 多年来哈马斯等加沙官员都曾公开激烈地表示 要消灭以色列犹太人 阿拉 消灭犹太人 让他们瘫痪 摧毁他们的尸体 阿拉 让我们掐死犹太人 你们被屠杀 处决消灭的日子尽了 瑞亚说 以色列北部还面临黎巴嫩珍珠党的威胁 珍珠党也是由伊朗扶持的 以黎巴嫩为据点 目标都是要消灭以色列 以色列在北部面临珍珠党威胁 这是另一个种族灭绝恐怖组织 其根本目标是摧毁犹太国家 及境内的所有犹太人 足足有15万枚导弹 比哈马斯更精准的导弹 直指以色列 如果珍珠党发动攻击 以色列将需要美国和欧洲的援助 瑞亚提到 美国国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提议的威慑办法 实际上可以防止美国卷入这场战争 那就是遏制伊朗的石油生产能力 如果伊朗没有能力生产石油 这个政权就完蛋了 该政权就依赖它 他们受到大多数西方世界的制裁 所有资金都是通过卖石油 给中国、朝鲜、俄罗斯获得的 瑞亚希望更多人能够了解 西方主流媒体报道中 看不到的以哈冲突 意识到这是恐怖主义 对人类文明的威胁 而不只是对以色列的攻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纽约报道 哈马斯将释放被扣押在加沙 作为人质的50名妇女和儿童 以换取暂时停火4天 声明指出 每增加10名人质或是 停火将再延长一天 但并未提到释放巴勒斯坦囚犯作为交换 哈马斯在10月7号突袭以色列 据以色列的统计 突袭造成至少1200人丧生 200多人被扣押为人质 新唐记者名誉综合报道 在多国斡旋下 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 换回被哈马斯绑架的50名人质 以色列确认 周四将接回第一批人质 家属们希望所有的人质都能获释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三表示 50名以色列妇女和儿童将在4天内获释 期间将暂时停火 同时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囚犯事务委员会主席周三检查 将获释的巴勒斯坦囚犯名单 确认了协议内容 以色列外交部表示 预计周四截回第一批人质 以色列人质家属 焦急地等待释放人质的更多细节 哈马斯10月7号入侵以色列 绑架了240多名人质 七周以来 家属们终于看到了希望 尼尔沙尼16岁的儿子阿米特沙尼 被哈马斯绑架 他表示 最好是所有人质同时获释 柯恩·戈尔德整夜守在电视机前等待消息 他的七位家人被哈马斯绑架 包括三岁和11个月大的孙子 这些日子他必须吃安眠药才能入睡 他表示 希望家人能第一批活食 周三 伊色列人聚集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广场 向人質家屬表示支持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 茗玉 綜合報導 11月22號 以色列與哈馬斯 達成為期四天的停火換球協議 但是當天加沙的戰火卻愈加激烈 以軍再確認一名人質死亡 11月22號 在四天停火即將開始之前 以軍加大了攻擊力度 空中飛彈不斷精准炸毀哈馬斯目標 地面上也槍聲不絕 加速清剿哈馬斯武裝分子 以軍還在加沙的更多平民設施内 发现了哈馬斯据点 並缴获大量武器 與此同時 以軍還在摧毀 哈馬斯的地下隧道網絡 包括加沙最大的醫院 西法醫院的地下部分 根據與哈雙方達成的停火換球協議 從23號感恩節開始 將連續停火四天 哈馬斯會將50名婦女和兒童送到拉法關口 其中包括三名美國人 而以色列則會釋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在四天停火期滿後 哈馬斯可以繼續通過釋放人質來換取停火 每釋放10名人質 可以停火一天 為了配合協議 以色列已經暫停空中偵察行動 但警備仍在加強 我們知道哈馬斯有一個疑問的記憶 關於在過去的火 他們在過去用了這些類型的停火 以進行更多殺人和殺人 所以我們必須在我們的防守的位置非常強 周三 再有一名人質的死訊傳來 26歲的加倍 10月7日被哈馬斯綁架 以色列軍方沒有透露加倍死亡的詳情 我們不會在一瞬間失去我們的目標 把哈馬斯解放從哈馬斯 而完全做到所有的事 把所有的侵犯解放在一起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仁浩綜合報導 周三清晨 以色列內閣通過決議 決定釋放150名巴勒斯坦籍囚犯 換回50名或最多80名遭哈馬斯劫持的人質 並且同意每多釋放10名人質就多修正一天 以色列官員證實目前雙方同意 周四上午10點開始停火 並允許國際紅十字會接入 另外 以色列官員將飛往卡塔爾 卸上具體事宜 以色列估計哈馬斯共綁架了98名婦女和兒童 其中40名在19歲以下 哈馬斯10月7日入侵以色列 綁架了240多名人質 本次釋放的人質中估計會包括3名美國人 周三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 部分人質曾經被關押在西法醫院下方的哈馬斯總部 第一名行動以來已經摧毀了400個哈馬斯隧道 同一天 以軍還佔領了哈馬斯前售基地 和情報部門辦公室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于良總括 11月23日 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的停火協議 突然傳出了延誤 斡選方卡塔爾宣布 第一批13名人質將在24日返回以色列 停火也將從週五開始 卡塔爾外交部表示 談判仍在緊張的進行 週四 卡塔爾收到並提交了即將獲釋的人質名單 第一批總計13名以色列人質將在週五下午4點獲釋 而以色列需要在早上7點開始停火 停火總計持續4天 期間將有50名以色列人質獲釋 但卡塔爾方面沒有解釋為什麼協議延後一天執行 以色列方面確認已經通知了週五即將獲釋人質的家人 23日 加沙依舊戰火紛飛 以軍參謀長來到加沙腹地為將士骨氣 誓言將救出所有人質 國防部長加蘭特也表示 停火結束後 以軍將繼續戰鬥 預計這場戰爭至少還要持續兩個月 週四 以色列安排媒體參觀西法醫院內哈馬斯的設施 同時確認已經把醫院院長薩拉米亞帶回以色列文化 以瞭解哈馬斯的情況 當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比利時首相德克羅到訪耶路撒冷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向他們介紹了戰爭進展 內塔尼亞胡也同時重申 以軍不取得勝利就不會最終停火 在卡達爾的斡旋下 以哈達成為期四天的停火協議 哈馬斯同意釋放50名以色列人質來換取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並讓更多援助加沙走廊巴勒斯坦民眾的人道物資進入 由於談判拖延 原定於23日開始的休戰 延後至24日 這是以哈衝突爆發以來的首個重大外交突破 除了美國 歐盟等表示歡迎外 中俄也聲稱歡迎 中共還自稱一直為推動局勢降溫而努力 但中共除了指責以色列口頭喊要和平 停火外 並沒有付出大量的實際行動 也從未譴責過發動這場恐怖襲擊的哈馬斯 哈馬斯在10月7日突然襲擊以色列 造成1200人喪命 並綁架了約240名人質 以色列迅速向盤踞在加沙地帶的哈馬斯 展開報復性軍事行動 戰爭持續至今已近7週 在臨時停火協議達成的幾天前 以色列總理的高級顧問雷格夫強調 應將交換戰俘期間的暫停戰鬥和一些國家呼籲的以色列無條件停火區分開來 《縱攬中國》網刊主編陳奎德表示 哈馬斯明知和以色列在各方面差距巨大 還要發起這場殘酷 非理性的恐襲 很可能有其他力量支持 如果遭遇到 遭遇到反擊 遭遇到危險 他們會站出來支持哈馬斯和他畢業作戰之類的 目前 哈馬斯這個戰鬥最明顯的 獲益者就是說 當然是俄國 當然還抗議到中國 為實現中東和平 美國在各國間積極斡旋 11月初 美國國會眾議院還通過了向以色列 提供143億美元的援助計畫 而中共雖然聲稱沒有私利 但輿論普遍認為 中共站在哈馬斯一邊並從以哈衝突中餘力 因為這能讓處於國際反制措施焦點的中共減輕壓力 哈馬斯高級官員11月初證實 北京曾密會哈馬斯領導人 而且哈馬斯支持者中包括了朝鮮 伊朗和中俄 據美國高級官員說 伊朗是哈馬斯的最大金主 不過伊朗向美國表態 不希望以哈戰爭外擴 臺灣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認為 這讓中共很失望 中共當然是希望能夠利用這個伊哈戰爭 能夠把美國卷步到這個中東的這個戰爭的漩渦當中 我把它稱之為叫做尼納陷阱 當然現在就是看起來好像伊朗表明它不願意參戰 似乎好像中共的這個尼納的戰略失去的效果 或者是這個鋪了一個空 從戰爭開始 以色列就誓言要摧毀哈馬斯 在停火協議生效前 以色列23號仍繼續空襲 宋國成表示 如果哈馬斯戰敗 對中俄能起到嚇阻作用 也證明了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力 尤其在打擊恐怖主義上 還是相當成功的 當然美國也會加大對中共的壓力 因為從這個世界可以看出來 中共就是利用這個中共作為第三戰場 打一種代理人戰爭的這種形態 然後試圖千方百計的把美國把它拖回到中東地區 分散其他的餘地來面對俄無戰爭 甚至是最重要的就是面對南海的美中之間的海上的爭議 陳奎德認為 如果哈馬斯戰敗 對自由世界是有利的 但中間可能還有變數或反覆 目前以哈雙方都沒有說 臨時停火後是否會恢復戰鬥 但以色列表示 只要哈馬斯每天能保證釋放至少10名以色列人質 初步停火計劃將可延長 週五 以哈臨時停火第一天 被哈馬斯綁架的24名人質獲釋 同時 以色列釋放了39名巴勒斯坦囚犯 另外 12名被哈馬斯劫持的泰國人質也獲得自由 經多國斡旋被哈馬斯口為人質的13名婦女和兒童 週五將獲釋 作為條件 39名被關在以色列監獄的巴勒斯坦人 也會被釋放 同時 雙方停火四天 以色列被綁架人質的家屬 期待家人歸來 我希望她 去家 最快的可以 我知道她是一個強勁女 我希望她 能遇到她 我們等待她 叫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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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協議 五十名以色列人質和一百五十名巴勒斯坦囚犯 將在四天內獲釋 目前 六十輛載有醫療用品 燃料和食物的卡車 已經從埃及駛入袈裟 提供人道援助 以色列軍方已經做好準備 迎接第一批獲釋的人質 以色列軍方表示 軍用運輸直升機將參與遣返行動 可能在埃及機場接受人質 人質抵達以色列後 將接受初步醫療救護 然後送往五家不同醫院 與家人團聚 週五 救護車已抵達以色列南部的哈澤里姆空軍基地 哈馬斯10月7號襲擊以色列 造成1200多人喪生 哈馬斯還綁架了240多名人質 其中有26名泰國人 週五 12名泰國人質也獲釋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梅 名譽綜合報導 11月24號 以哈停火 被哈馬斯囚禁 近7週的24名人質 包括13名以色列人安全返回以色列 但是巴勒斯坦囚犯卻在返回途中發生意外 來看報導 夜幕降臨 13名以色列人質 以及10名泰國人 和一名菲律賓人抵達埃及邊境的拉法關口 以色列公布的名單顯示 13名以色列人中 包括4名兒童和6位老人 年紀最大的85歲 最小的只有2歲 以軍接到所有人質後 迅速將他們送回以色列 接受體檢 之後這些人質就可以返回家中 這次將有50名以色列人獲釋 但總理內塔尼亞胡強調 一定會救出所有人質 另一側 在以軍釋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時 卻意外遭遇大批縱火投掷石塊的巴勒斯坦人 雙方發生衝突 至少兩人受傷 停火後的袈裟一下子安靜下來 不少已經撤離到中部的北加沙人 不顧以軍警告 紛紛趕回家查看 在拉法關口 總計13萬升柴油和4卡車天然氣 連同至少137輛滿載物資的卡車 也在一天之內進入加沙 以色列軍方高層也沒有休息 而是利用停火的空檔 研判下一步的行動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仁浩綜合報導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週五表示 哈馬斯釋放了13名以色列人質 現已移交紅十字會 通過拉法過境點前往埃及 之後 經軍用直升機帶回以色列 紅十字會表示 確認接受了24名人質 其中包括13名以色列人 和協議規定外的10名泰國人 與一名菲律賓人 以色列衛生部稱 境內的4家醫院 已準備好接受24名人質 他們將在醫院與家人見面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聲明表示 以色列政府歡迎公民回歸 同一天 紅十字會代表達成巴士 抵達約旦赫西岸的澳福監獄 揭載以色列釋放的39名巴勒斯坦囚犯 根據停戰協議 哈馬斯將在為期四前的停戰期間 釋放50名以色列人質 以色列將釋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同時埃及表示 停戰期間 每天將有約200輛卡車 運送人道援助物資進入加沙 其中包括13萬公升柴油和天然氣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 于良 田園綜合報導 根據以色列和哈馬斯的停火協議 週六 估計會再有14名人質獲釋 來換取以色列釋放42名巴勒斯坦囚犯 週六 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臨時休戰進入第二天 加沙地帶仍有濃煙冒出 據埃及官員稱 週六 哈馬斯準備再釋放14名人質 交換被以色列扣押的42名巴勒斯坦囚犯 週五 哈馬斯釋放了劫持的240名人質中的24名 以色列也釋放了39名巴勒斯坦囚犯 獲釋的人有13名以色列人 10名泰國人和1名菲律賓人 11名外國人質被送往特拉維夫南部的醫療中心 獲釋的以色列人也先被送往醫院與家人團聚 9歲的奧哈德蒙德跑過醫院的走廊 投入父親的懷抱 小蒙德是與母親克倫和祖母魯蒂一同被釋放 以色列施耐德兒童醫療中心兒科主任表示 醫院收治的8名人質 健康狀況良好 他們在好狀態 而他們圍繞了我們的複雜系統 社會員 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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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為期4天的停火協議 每釋放3名巴勒斯坦囚犯 哈馬斯將釋放1名以色列人質 4天內 哈馬斯將釋放至少50名以色列人質 以色列則將釋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主要是婦女和未成年人 以色列還表示 每增加10名人質獲釋 休戰協議即可延長一天 新唐記者劉海英 名譽綜合報導 與它衝突持續 不過24日 在埃及和卡塔爾等多國的斡旋下 以色列和哈馬斯終於達成臨時停火協議 雙方停火4天 哈馬斯釋放50名被綁架的以色列人質 交換被以色列關押的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週六 第二輪釋放人質行動被哈馬斯推遲了幾個小時 11月25日 以色列和哈馬斯臨時停火進入第二天 加沙地帶仍有濃煙冒出 24日 哈馬斯釋放了劫持的240名人質中的24名 以色列也釋放了39名巴勒斯坦囚犯 9歲的奧哈德蒙德跑過醫院的走廊 投入父親的懷抱 小蒙德和母親克倫 祖母魯蒂一同獲釋 第一批獲釋的有13名以色列人 10名泰國人和一名菲律賓人 11名第三國人質被送往特拉維夫南部的醫療中心 13名以色列人中有4名兒童和6位老人 年紀最大的85歲 最小的只有2歲 以色列施奈德兒童醫療中心兒科主任表示 醫院的8名人質狀況良好 他希望所有人質平安歸來 根據為期4天的停火協議 每釋放3名巴勒斯坦囚犯 哈馬斯將釋放1名以色列人質 4天內 哈馬斯將釋放至少50名以色列人質 主要是婦女和未成年人 以色列將釋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以色列還表示 每增加10名人質獲釋 休战協議可以延長一天 哈馬斯10月7日入侵以色列 並綁架240多名人之後 7週以來 家屬們終於看到了希望 科恩戈爾德的7位家人被哈馬斯綁架 包括3歲和11個月大的孫子 這些日子 他時刻守在電視機前 必須吃安眠藥才能入睡 我們必須知道他們人的生命 如果自己有病 這個是 INTENIS County 我們請給他們能發放 以色列人当天聚集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广场 向人质家属表示支持 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 一定会救出所有人质 我们要求我们的家庭和家庭 我们要求我们提供所有人质 我们要求我们一名的战略 我们要求我们提供所有人质 另一侧 在以军释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时 却意外遭遇大批纵火投掷石块的巴勒斯坦人 双方发生冲突 至少两人受伤 在拉法关口 总计13万升柴油和斯卡车天然气 连同至少137辆满载物资的卡车 也在一天之内进入袈裟 25日 第二轮释放人质开始 埃及官员称 哈马斯准备再释放14名人质 交换被以色列扣押的42名巴勒斯坦囚犯 但在最后一刻 哈马斯改变了主意 哈马斯发言人乌萨玛·哈姆丹声称 以色列没有履行停战协议 允许进入加沙北部的救援物资卡车远远不够 因此 推迟原定当天释放的14名以色列人质 经过几个小时的斡旋 卡塔尔和埃及官员证实 哈马斯将于周六晚些时候释放13名以色列人质 其中有8名儿童和5名妇女 另有7名外国公民也将获释 同时 以色列也将释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 新唐人新闻周刊 梁东 陈丽 综合报道 以色列谢巴医疗中心的儿童医院院长伊泰·佩萨赫周日表示 该院接受了12名被释放的人质 他们目前状况良好 但仍将接受医疗监控 哈马斯周六晚间 在第二轮人质交换中释放了13名以色列妇女和儿童 以及4名泰国农场工人 他们乘坐红十字会的车辆进入埃及 之后再移交给以色列方面 以色列军方周日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 两名儿童在加沙被囚禁了50天后 终于与父亲团聚 哈马斯稍早前指控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 一度推迟释放第二批人质 而以色列否认违反协议 后来在卡塔尔和埃及调节下 哈马斯同意继续释放人质 根据停火协议 以色列也于周六晚些时候释放了39名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周六表示 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包括7名儿童和6名妇女 儿童年龄从3岁到16岁 女性年龄从18岁到67岁 与此同时 周日早上燃油卡车抵达加沙的拉法口岸 联合国表示 在停火的4天里 向加沙运送的食品水和药品的规模 将扩大到自10月21日恢复人道救援以来的最大数量 还能输送12万9千公升燃料以及烹饪用燃气 这是自战争开始以来的首次 周日 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来到加沙 与以色列士兵和指挥官会面 并重申了以色列的三大目标 当天 德国总统也到访以色列表达支持 我们的详细 周日 内塔尼亚胡来到加沙前线 会见了以军士兵和指挥官 听取了简报 并重申了以色列在战争中的三大目标 以哈暂时停火 在周日进入到了第三天 当天 哈马斯释放了第三批以色列人质 由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斡旋的这次 停火换球协议 为期四天 以色列表示 在暂时停火结束后 会继续推进战事 周日当天 德国总统施泰因麦尔 到访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 会见了以色列总统赫佐格 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情报部门事官 在10月7号哈马斯恐袭前 曾向高级官员汇报 称哈马斯正在准备对以色列 展开一次精心策划的大规模入侵 但被高级官员驳回 并被告知这种担忧只是幻想 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 目前在全力以赴 对哈马斯作战 战争结束后 将进行详细和彻底的调查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综合报道 周日 哈马斯释放了包括13名 以色列人在内的17名人质 这是以哈休战期间交换的第三批人质 其中4岁的阿比盖尔 是停战以来获释的唯一一名美国人 周日 哈马斯在释放17名人质 包括13名以色列人 3名泰国人和1名俄罗斯人 其中 拥有美国以色列双国籍的 4岁儿童阿比盖尔 是以哈休战以来首次获释的美国人质 阿比盖尔的家人称 阿比盖尔有一个6岁的姐姐 和一个10岁的哥哥 他们亲眼目睹了自己的父母 在10月7号被哈马斯杀害 拜登在讲话中 再次强调了以哈暂时停战的目标 以色列军方证实 获释的13名以色列人 已经被移交给以色列国防军 其中一人被直升机空运到医院 另外12人从加沙直接被送回以色列 其他4名外国人质 则通过拉法过境点离开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以色列将于周日晚些时候 释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 这次为期4天的停火于周五开始 是在卡塔尔 埃及和美国的斡旋下进行的 预计周一将进行第四次人质交换 根据协议 哈马斯将释放至少50名以色列人质 以色列则将释放150名巴勒斯坦囚犯 新塔尔电视台记者 易静综合报道 以色列和哈马斯24日宣布停火4天 周一进入最后一天 哈马斯将释放第四批人质 以色列表示希望延长休战时间 在未来几天换回更多人质 以色列政府正在讨论 稍早收到的第四批 即将释放的人质名单 周日在停火第三天 哈马斯释放了17名人质 其中有14名以色列人和3名外国公民 9名儿童中有6名儿童的父母 至少有一方在10月7日被杀害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乎表示 本次停火之后 乙军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铲除哈马斯 解救剩余人质 另外国际社会也呼吁 以哈双方延长停火 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感谢卡塔尔和埃及的斡旋 是8名双重国籍的德国公民获释 他希望延长停火 让更多人质安全回家 巴勒斯坦外长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腾贝格 也呼吁双方延长停火 以色列表示 目前有200辆载有救援物资的卡车 正在经过埃及食入袈裟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综合报道 周一 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在以色列和哈马斯停火第四天 抵达以色列进行访问 双方预计将讨论人质问题 并商讨在X平台上 日益高涨的反犹太情绪 周一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官员一起 来到以色列南部卡法阿扎社区 10月7号 这里的集体农庄遭到哈马斯袭击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还给马斯克砍了 婴儿车里散落的子弹壳 卡法阿扎是遭到哈马斯武装分子 袭击的20多个村人之一 有数十名平民被绑架到袈裟 现在还可以看到 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弹孔 马斯克用手机拍下了 遭哈马斯破坏的现场情况 参观结束后 内塔尼亚胡和马斯克在X平台发布了两人会谈的录音 马斯克发文说 事实胜于雄变 以色列总统埃萨克·赫尔佐格 还给马斯克放了记录10月7号 哈马斯暴行的录像 两人商讨了如何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 制止反犹太主义的言论 最近 X平台因为没能打击以哈战争期间的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 受到批评 同时 有关在加沙使用SpaceX星链问题 双方达成协议 以色列通讯部长 史洛莫卡西周一宣布 根据协议 星链卫星装置 只能在以色列通讯部批准的情况下 在以色列运营 包括加沙地产 周二 以哈暂时停火 进入到第五天 以色列希望 在延长的两天停火期间 让至少20名人治祸事 国际社会则希望 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来援助加沙民众 周二 加沙上空升起烟雾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 哈马斯武装分子 用三枚爆炸装置 袭击了驻扎在加沙北部的以色列士兵 明显违反休战协议 以哈双方周一同意 延长暂时停火两天 参与调停的卡塔尔官员当天证实 48小时内将至少有20名人治获释 他还希望从哈马斯方面得到更多 有关其余人治的信息 他表示 依据停火协议的一个条款 只要哈马斯保证 释放至少10名以色列人治 停火就可以延长一天 24日休战以来 哈马斯共释放了51名以色列人治 18名外国人治 以色列释放了153名巴勒斯坦囚犯 以色列民众呼吁哈马斯释放所有人治 我来帮助所有人治 因为我认为我们得让所有人治走 他们不能坐在加沙里 美国国务卿普林肯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会议时表示 计划本周再次飞往中东进行斡旋 帮助更多人治回家 北约队以哈延长停火表示赞成 周二更多救援物资运抵加沙 部分民众排队领取燃料和天然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综合报道 周一白宫证实 以哈双方宣布 在停火时间后再休战两天 以换回另外20名以色列妇女和儿童 周一晚些时候在停火第四天 哈马斯释放了11名以色列人质 周日在停火第三天 哈马斯释放了17名人质 其中有14名以色列人和3名外国公民 9名儿童中有6名儿童的父母 至少有一方在10月7日被杀害 其中包括拥有美国和以色列 双重国籍的四岁女童阿维盖尔·伊丹 她也是第一位获释的美国人质 她的父母在10月7日被哈马斯分子杀害 周一,X社交平台董事长马斯克 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官员一起 来到10月7日 遭到哈马斯袭击的以色列南部社区 卡法阿扎 其中有居民遭哈马斯绑架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 还向马斯克展示了婴儿车里散落的子弹壳 马斯克对哈马斯的暴行表示谴责 并称支持以色列铲除哈马斯 马斯克发文说 哈马斯犯罪事实胜于雄辩 在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晤时 马斯克还表示将清理X社交平台上的 针对以色列的仇恨信息 西班牙布鲁塞尔周一举行了欧洲和阿拉伯国家 地中海联盟会议 阿拉伯官员也对哈马斯恐怖行为予以谴责 新疆人电视台记者 虽然通过延长停火换来了更多人质的祸事 但美国白宫周一警告 哈马斯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武装 来看记者陶明的报道 好的主播 美国白宫在周一表示 延长停火可以让更多的人道主义物资进入袈裟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质获得释放 但同时 哈马斯恐怖分子有可能利用这个期间加以休整 这是真实的风险 周日一名被哈马斯挟持的四岁美国女童被释放 与家人团聚 但其父母已经被哈马斯残忍杀害 但在今天被释放的11名人质之中 没有更多的美国公民 白宫新天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则在今天发声明表示 说在所有的人质获得释放之前 美国政府都不会停止努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陶明 美国白宫的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